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下午 我是个湖南人 但是我是一个新疆迷 我对新疆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很感兴趣 我家里有很多关于新疆方方面面的书籍 我手机笔记本 电脑上有很多关于新疆风景 风土人情的照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 关于新疆的灵异事件吧 新疆老司机口中的公路异事之村庄 这个故事我从很多司机口中听说过 这应该是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了 小女是一名长途出租车司机 新疆人一般称为陷路车 那是1996年的夏天 小女从乌鲁木齐拉了几个人到图鲁番 本来她想从图鲁番再拉几个回乌鲁木齐 但是那天偏不凑巧没有生意 看着要到半晚半晚了 小女不想开夜车 就急匆匆的开车回乌鲁木齐 图鲁番到乌鲁木齐要四个多小时 当时还没有高速 小女开了近一个小时 来到了著名的百里峰区 图鲁番附近有一片地方 常年刮大风 春夏最高风力可达十级 今天的风也不算很大 但是不知为何阳城很大 黄雾雾一片全是黄沙 明明天还没有黑 小女不得不打开车灯行驶 前方的路虽看不太轻 但是小女走这一段也好多年了 凭着记忆也可以走过去 走了一阵阳城越来越大 风好像越来越大了 小女有些紧张了 她开的就是一般的轿车很轻 这风再这么刮下去很有可能就翻了 小女紧紧的把住方向盘 缓缓地走着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 小女隐隐约约看见路 左边茫茫荒滩上有几间屋子的影子 还有一条窄小的便道从公路通往那里 小女想这么大的阳沙太危险了 不如先开到那屋子后面避一避风吧 于是小女就下了公路 从便道那里开了进去 又过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到那几间屋子边 小女奇怪了 怎么还没有到啊 看着挺近的 但既然开进来了 就继续走吧 终于小女开到了目的地 待小女走进才看明白 这里的屋子不止几间 而是有几十间 原来这是一个村庄 小女心里疑惑 跑了这么久的车 没听说这附近还有村庄啊 路上也没有标识 但小女那时也是避风要紧 也没有再多想 很快小女开进了村子 村里家家户户都紧闭着门窗 小女开了一圈 一个人也没有瞧见 村里的屋子看起来很破旧 还不是装砖房 是泥土器的 新疆人管这土块房 管这叫土块房 小女想这村子也真穷啊 现在早就没有人住这种房子了 眼看天黑了 小女觉得今天不能再出车了 这风沙天晚上开车简直是不用命 于是决定在村里住一晚 小女把车停了 随便找了一家人想投诉 但是敲了半天门 也不见有人出来 小女想这家人不在吧 于是又换了一家 但是敲了半天也没人应 天渐渐暗了下来 小女心里有些发毛 人呢 小女接着又敲了三四架的门 都没有应答 小女感到一阵 两亿 奇怪 这个村里的人呢 不仅没有人 连狗也没看见 多大的一个村子 没有一点人声 回荡在耳边的 只有呼呼的风声 天又黑了些 小女发现 这村子里竟然没有一丝灯光 小女真的有些害怕了 看这村子 不像是废弃的样子 房子虽然简陋 但是绝对可以助人 门上的把手也没有一丝秀气 有家人的院子里 甚至还有停住的拖拉机 拖拉机看起来也很新的样子 但就是没人 随着夜幕的降临 小女的恐惧也逐渐占据了头脑 这鬼地方不能呆 小女飞夜四地 跑回了车里 发动车 也不管阳沙了 先逃出这个鬼地方再说 总算是开到了大路上 小女回头一瞧 那村子早已淹没在夜色和黄沙中了 小女发疯似的开着 开了半个多小时 阳城突然渐渐散却了天上同事 重现了满天心动 小女虚了一口气 刚才发生的仿佛梦中一样 小女还是安全地把车开回了乌鲁木齐 第二天小女又拿了一车客人去吐鲁番 在百里封区 小女仔细地看着路边 但是那条便道 那个村庄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能见到的 也只有 一望无边的戈壁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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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